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昨天大众银行15年来首次召开记者会 宣布最新动向 就引起财经界和股民的关注 大众银行出价17亿令吉 向郑宏彪家族收购轮平资本44.15%的股权 而这一轮操作的收购价相当于每股95.8令吉 比市价便宜了25% 然后就有报道说 这就引发了市场的抵触的情绪 但同时也有分析员是看好这项收购交易 而郑室家族也宣布会根据法律规定 五年内逐渐的削减大众银行的持股到10% 那到底市场真实的反应如何呢 大众银行和伦平资本今天复盘之后 双双进入了十大下跌榜 伦平资本盘中一度大跌60CM 或4.62%至12令吉40CM 是近两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成为场内跌势最重的下跌股 至于大众银行闭市的时候 收贷司令吉31CM 跌26CM或5.69% 也是写下了近两个月来的最低点 并成为场内跌势第三大的下跌股 那我们再看看为什么正是家族要减持大众银行的股票 根据2013年金融服务法令第92条呢 除非个人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 已经持有一家金融机构10%以上的股份 要不然呢 他不可以持有金融机构超过10%的股份 那大众银行创办人郑鸿彪本身 是早就已经持有20%以上的股份 所以没有问题 可是郑鸿彪在2022年12月 与世长辞之后 那他的继承者持有的股份呢 就不准超过10% 那郑鸿彪的幼女郑利贤呢 昨天就在记者会上宣布 减少正式家族对大众银行的控制和股权 以符合这个金融服务法令 这个减持的动作 接下来会对大众银行的股价有什么影响呢 连昌银行的分析报告认为 未来五年内 大众银行将有超过26亿股流出市面 恐怕会出现股票过剩 导致公司的股价下跌 可是另一方面 这批股票是分成五年慢慢出货 所以带来的直接冲击可能不会太明显 肯纳格投行的研究则认为 股民不必太过担忧 五年出售26亿股 平均来说每个月脱售4000万股 而大众银行在过去的五年里 每个月的平均交易量是3亿1000万股左右 所以分析认为 4000万股的额外流通量应该不足以为惧 但无论如何呢 大众银行在宣布收购轮平资本 还有宣布要减持股票的消息出来之后 今天复牌之后 大众就面对沉重的卖压股价就走低 市值也从887亿0687万令吉 蒸发了近50.5亿令吉到836亿6080万令吉 市值下滑到第四名 而同样身在金融业的联昌集团的股价 其实这整个新西兰是一路向北 今天闭市的时候呢 市值是升到了880亿7248万令吉 让联昌集团的市值呢 就超越了大众银行